- 晚安,你好,我是陳世玉 今天氣象時間一塊來關心天氣 今天我們先來看到很多人都在關心說 這個週末假期是不是可能會有颱風來攪局呢? 的確,現在位在南海攝像頭 以及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各有一個熱帶擾動正在發展當中 其中我們要特別關注的就是位在 菲律賓東方海面上的這個熱帶擾動 因為它接下來的確是有機會進一步增強 成為一個熱帶性低氣壓或者是颱風 不過呢就目前的預報顯示 雖然未來它會朝著我們的東部海域北上 但是估計呢距離台灣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直接影響估計會比較少一些 但是要留意的是在它整個北上之後 位於我們整個低壓帶的水氣呢 就會開始進一步往北台 所以特別到了下個禮拜 全台各地的水氣都會增加 我們就透過我們整理好的圖卡 帶你來瞭解一下接下來各地的整個降雨狀況 首先我們先來關心的是今天 今天中午過後呢 午後熱力作用發展起來 還是要提醒在整個中南部 大台北地區一直到東部的山區 都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雷震雨 而且不排除會有局部造大雨事發生 而明後兩天很多人要外出還清復清潔 但是隨著整個太平洋高壓開始東退之後 白天雖然多雲稻晴 但是中午過後熱力作用 估計整個降雨範圍會擴大到整個西半部 還有東半部的山區 都不排除呢 在明後兩天可能會出現局部大雨的狀況 一直等到下個禮拜 我們有提到低壓帶水氣開始會進一步北台 所以下個禮拜呢 在中南部東部 以及到東南部地區 整天都可能會有局部大雨 其他各地呢 雖然白天會有一些短暫降雨情形 但主要留意的還是在午後的降雨情形 但是沒有下雨之前全台各地都還是非常悶熱的 今晚兩天一直到禮拜天 各地高溫都還是有機會來到33到35度 所以外出還是要記得多多補充水分 最後一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今天在北台灣降雨機率10%到30% 特別提醒的是在大台北地區 中午過後還是可能會出現一些 局部短暫雷震雨 但是沒有下雨的時候 隔離高溫還是有機會來到34 35度以上 中台灣今天降雨機率10%到40% 特別提醒的是在靠近山區一帶 要格外留意 午後可能會有一些短暫雷震雨 隔離溫度落在29到34度 南台灣今天降雨機率特別是在屏東高達了80% 外出一定要記得 攜帶雨具各地溫度落在30到33 34度上下 東半部地區降雨機率10%到20% 溫度落在30到35度之間 最後是在外島地區 連江30到34度 金門澎湖30到34度 好最後小丁寧再次提醒您 各地尤其在明天跳兩天的週末假期 中午之前還是很熱 要防曬 但中午過後可能要慎防 或有局部大雨發生 所以外出要記得 攜帶雨具 尤其到山區活動 要更外注意安全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預報